下一段万章曰 父母使顺丸领 捐接骨手焚领 万章说 那个时候啊 这个顺的父母叫顺 爬到仓领上去修仓库 那个领 圆形顶的仓库叫做领 丸就是修礼 顺的父母叫顺 爬到仓库的屋顶上 各位以前的仓库 不是钢骨做的 都是茅草做的 然后呢 要去修仓 去盖茅草啦 就是漏水的意思 捐接 等这个顺爬到了仓库顶的时候 捐就是拿走 顺的父母就把顺爬上去的楼梯 把它给拿走了 骨手焚领拿走之后呢 骨手趁机不可思啊 就在下面点火 要把那个仓库啊 着火啦 要干嘛 要把顺烧死你知道吗 然后呢 这个大顺啊 他还没上去之前 他就已经考察过第四了 他知道说 他们一直这么热衷的 一直要劝我上去 我知道上去肯定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早就准备好了逃生的办法啦 然后呢 黑烟冲天的时候 他从另外一头呢 已经早早跳下来了 各位你对这个顺的印象 你可能把它停留在一个纹落书身 我讲一点点试给你听 你就知道了 顺呢 有一天到森林里面啊 然后看到了一个石头啊 噢这个石头大小刚刚好 他躺上去哦 刚好头到脚都够长嘛 也够宽 然后顺呢就想说 噢家里没有床嘛 每次坐床每次塌掉也很麻烦哦 他就把那个石头背回去当床啊 各位你知道这个力气要多大吗 如果你有一天碰到一个石头哦 是你可以躺得下 可以头跟脚那么长 然后宽度都够哦 各位那个石头大概多重啊 那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太重了 对顺来说很简单 所以我讲这个的意思告诉你说 不要以为顺那么样的顺服 你把它想象成文弱 弱不经风的书身 不是这样的啦 这个顺非常魁梧的 九尺多的人啦 这个非常孔无有力 所以耕田的时候很轻松 但是却心思那么的细腻 斯文文雅 然后呢他就从另外一边跳下来啦 没事啊没被他烧死 死菌井 然后他的父母 他没害死他 改天又叫他去这个通这个井啊 井呢说没水啊 里面呢可能有东西堵啦 叫他去把里面的东西清出来啊 就是把水咬出来 把里面的泥沙都刮出来 然后让那个井更深一点 叫做缩哦 出 从而演之 然后这个顺呢还没进去之前 他就想啦 他说这一次呢 上次没有把我烧死 这一次呢要叫我到井里面 恐怕是要把我填死哦 然后他的两个妻子啊 而方你应就更紧张啊 你这一次进去 你肯定是出不来啦 结果他们呢 就想个办法说 这样我们在井哦 的那个另外一侧啊 挖个通道进去啊 结果挖着挖着就发现了 好像老天爷在帮助一样 似乎就有那么一条天然的通道 你知道吗 通道井底啦 看看好这样 他们连夜挖的啦 然后这样确保他的先生 就是顺啊 不会死掉嘛 隔一天呢 他又不敢违抗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叫他下去 他就下去 他一下去呢 马上躲到旁边 已经备好的通道 结果人力刚走进去呢 上面的沙石啊 土啊 通通倒进来了 从而演之 就是顺的父母跟巷哦 三个人拿着锄头本机啊 就一产一产的土 一颗一颗石头就往下堆 把整个井呢 给填起来了 就是非让顺 自知于死地不可啦 像曰 摩盖都君贤我姬 牛羊父母 他说啊 这个像就是顺的 同父异母的弟弟 他说摩盖都君贤我姬 摩就是御摩的摩 他说啊 摩略啊 设计好这么好的办法 骗顺进到井中 把它给填起来 盖就是用土把它填起来 都君就是子顺 把这个都君骗到井里 把它填起来 把它弄死了 嫌我姬都是我的功劳啦 牛羊父母 这个顺的剩下的财产 这个牛羊啊 归给父母那 赐给你们两位老人家啦 仓领父母 仓库里面的所有的东西 也都赐给你们两个老人家啦 干割正 正就是我啦 说这个干啊 干就是顿 割了就是刺的那个鸡啊 说这些武器啊 跟盾牌都归我啦 秦正 那个顺常常在弹的这个五旋琴 也归我啦 底正 底就是雕花的强功 非常强的功 也归我 二嫂死至正七 而房女婴这两个嫂嫂呢 以后呢 死至正七 七就是床啦 就是说就当我的老婆啦 他要把这个两个嫂嫂给占了你知道吗 就开始分起财产来了 都是我的功劳 我们财产分一分吧 项目顺功 然后呢 项了大摇大摆走到顺的房间里面去 那个功就是房间啦 项对顺很不好 其实是从来不曾走到他的房间里的啦 这一次呢 走进他的房间 顺在床琴 顺呢 这个四平八五的坐在床上弹着五弦琴 这个项看到很错认啊 项曰 玉桃失君儿 玉桃 就是思念一个人或一个失误 思念的很深 而他的那个气很GB的样子 叫做玉桃 说我正在思念你啊 哎呀思念的不得了啊 所以我到你房间来 因为他从来不曾到过顺的房间嘛 今天怎么忽然走进来了 然后看到顺在那儿吓一跳啊 不知道说什么好 他就说啊 正在思念你 思念的不得了 所以我进来看看你啊 扭捏啊 然后呢 不觉现出非常惭愧不安的样子啊 顺曰 为之陈述 奴其余 余志 顺呢 看着那个 想 他的兄弟很扭捏 他就说了 他说 为之陈述 之就是这个 他说 我正想着我的这一些陈名啊 陈述就是陈跟明啊 奴其余 余志 你就在这儿帮我来管理管理我的陈迷吧 然后呢 因为像说 我想你想得很呢 所以来看你啊 那个顺看他很扭捏的样子 又很不忍心啊 哥哥 爱弟弟 看着弟弟很扭捏 说了一些违心话 那就想办法说出话 让他宽心宽心吧 他就说 哎呀 我也正在这儿想着我的陈迷啊 那么你既然这么思念我 那以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帮我治理治理我的陈迷吧 不是顺 不知像之将杀几语啊 然后晚上就问啊 就说 哎 你说顺是圣人 我看这顺呢 很笨 好像很好骗 是不是顺根本不知道像呢 要杀他 把他骗到井里塗添起来了 顺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像要杀他 如果不知道的话 那他还叫圣人吗 曰 昔而不知也啊 孟子就说啊 说顺哪里会不知道啊 顺忧亦忧 顺喜亦喜 说顺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顺那时候很扭捏 哥哥爱弟弟呢 心里看了也难过 我知道他要害他呀 可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有让他们害死啊 各位这个很重要 要害人的人心不好 要害人的人真的把人害死的时候 我们要给他一个名词 叫做凶手 对吧 要害人的人 然后却一直都没有把人害死 那他的罪跟真正杀人是不同的 对吧 叫做御魔而已 不叫做凶手 那他看着他的弟弟呢 心里虽坏 可是还没有成为真正凶手啊 看着他那边扭捏又难过啊 他就说 哎呀 那么你就帮我治理治理成名 看他难过他也难过啊 然后说了之后那个项呢也很高兴 然后呢 看他高兴顺也高兴 意思就是说 刚刚那番话 纯粹是为了让项稍微高兴一下 解开两个人 处在那当下的一个尴尬了 约难则顺 然后好事者又在说啦 那么说来顺那个时候 说这些你来帮我自治百姓吧 是刻意伪装起来的喜悦吗 因为顺明明知道是像要杀他 还伪装的跟他很有善 叫做伪装的很有善 圣人难道也伪装吗 约佛 孟子说 不是啊 哎呀 说起来啊 各位我们要读孟子 你要记得一句话 是非而所能之也 说实在话 圣人的心思实在是超乎我们想象太多 不是我们用常理推断 小人心度君子之父可以懂的啦 所以无怪乎万丈会问这么多 孟子就说了 说佛 不是的 不是你们能懂的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吧 习者有愧生鱼于正子产 过去有一个人送了一条生鱼 给郑国的贤大夫大贤人 正子产 子产是教人续之池 正子产呢 叫一个管理池早的小官 叫做教人 叫他呢 把他放到池里去养啊 各位像古人 打官贵人送他的 或有恩的人送他的 一些动物啊 都拿起来养 不敢拿来杀着吃的啦 然后呢 当然有这么样 他尊重的人送东西给正子产 正子产不会杀来吃的 你放去那个池里面 放生 叫人烹饰 结果呢 这个管池早的人啊 这家伙啊 竟然啊 把他拿去给煮了 吃了你知道吗 吃到肚子里面去了 反命约 然后回去报告正子产 说就骗他啦 说死舍至鱼于冤 说我刚开始把这个鱼 放到池里面的时候啊 鱼于烟 那个鱼啊 因为被我们抓很久的时候啊 刚发上去呢 然后啊 还施展不开的样子 叫做鱼于烟 烧着羊羊烟 过了不久呢 他很舒缓的 摇摇他的尾巴的样子 叫做羊羊烟 幼然而是 再过一回呢 非常快速的 训捷的 就逃走了 好 他还把这个过程哦 巨细迷遗的描述 好像人就在现场一般 其实是他那时候站在厨房里面 生着火 砸着油锅 把他鱼给丢进去 实际上的倾向是这样 他的描述的好像是 在眼前看到的一样了 资产约 得其所在 得其所在 资产听到叫人说这样的话 他说太好了 这个鱼终于回到他的归宿 他应该属于水的吗 在那里活的呢 真是悠悠而自在 叫人出约 叫人走出了职场的办公室 就跟旁边的人说 说俗未职场至 鱼既喷而死至 说谁说正职场聪明 还大闲人 我已经把他给吃在肚子里了 约得其所在 得其所在 他还说太好了 那个鱼得到归宿 得到归宿 意思就是说 这个正职场 岂不是很不智吗 谁说大闲人 就很有智慧呢 那反过来说 就说 那谁说正职场 是大闲人呢 大闲人肯定要知道 我把他吃到肚子里面去 对不对 各位是这样子吗 这个古人对于 圣贤的智慧 并不是说圣贤 是未卜先知 或无所不知 一直以来都不是这个意思 我们之所以称赞 圣贤的智慧 是说圣贤能够明辨是非善恶 圣贤有那个智慧呢 不为私欲所获 而能够做有骨气的事 是不是这样子啊 圣贤对那些 是是而非的道理啊 放在他眼前 是无法逃过他的法眼 这个呢 叫做圣贤 而不是说你啊 用一个很合理的东西去骗他啊 他还能够未卜先知 不是这个的 故君子可欺以其方 然亡以非其道 所以啊 君子什么是君子呢 君子可欺以其方 方是什么呢 一类一类的方法 叫做方 君子可以用合理的方式 来欺骗他 那什么叫合理的方式 就像那个叫人把鱼放进去 他还能够推想那个画面哦 刚开始的时候呢 舒展不开 过一会呢 尾巴开始咬 过再久一点呢 快速的 很有朝气的 就离开了 是不是很合理啊 很合理啊 君子可以用这种 合理的方式 欺骗他 那么只剩一天 嗯 这个现象很合理 那终于鱼回到他的归宿 这个是可以欺骗的 然亡以非其道 你却没有办法 用不合理的事情 来欺骗一个圣贤 你没有办法的 你逆着势理要欺骗他 圣贤马上会看出你的破绽 比如说你要欺骗包公 那真是不简单的啦 你要欺骗那个李昌玉 那太懒了吧 对他们的法眼 对还是不对 你稍微程序摆不对 他就知道你不对了 对不对 懒亡以非其道啦 用不合理的欺骗 他是不可能的啦 所以圣贤能不能欺骗 可以唯有用合理的方式欺骗他 以爱凶之道来 故诚信而喜之 喜为伟烟 那么孟子在回答什么 说你说顺是不是很虚伪的假装高兴啊 不是的 假装对他不计较嘛 不是的 因为那个像 害他没把他害死之后 他进了他的房 第一句话是说 我正想着你呢 所以我来到你的房间 他说他正想着他 那么 顺想到的是什么 顺想到的是 他没有把我害死 可能他以为我死了呀 所以他心里反而有一点难过啊 那我要怎么样让他不难过呢 所以他就说 那你来帮我管理 管理这些成名吧 诚信而喜之 其实顺在内心里 日日所期盼的 就是兄弟两个干戈能够化为玉伯嘛 现在他竟然说想他 没害死他 反而让他开悟了 这也不一定 他就很高兴 就说你来帮我管理 管理成名吧 所以这不是虚伪 这是非常诚信的一种表现 这张让我们学习到什么呢 真的圣人的信量 那真是不是我们能够懂的 因为我们未曾经历 我们都在书上读读而已 我们不曾做过 我们不曾经历这么宽阔 这第一个 第二个是这段里面有一个很可贵的 就是君子可以欺骗吗 贤人可以欺骗吗 圣人也可以欺骗的 只要你以合理的方式欺骗他 他想一想那个过程 合理的 你就可以欺骗他了 问题是当圣贤君子 并不需要你都欺骗不了他 不是的 可是你要用不合理的方式欺骗他呢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圣贤君子之所以成为圣贤君子 是讲理而不是未卜先知 不是没有人告诉他 然后他知晓宇宙天地间所有大小的事情 动策你所有未告诉他的事情 不是的 而我们现在的人对圣贤 有很多很多的误解 因此我们的修为也走错了很多很多错误的方向 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